故事开始于19世纪 一位年轻而有才华的医生命运独舛 他的名字叫威廉·泽沃尔·格肖尔 William Chesterfield 他出生于美国 幼年时期家庭环境十分良好 随着年龄的增长 他开始对医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于是前往耶鲁大学进行学术研究 他的学术成绩一直很出色 但在大学毕业后 他的命运却开始走下坡路 威廉·泽沃尔·格肖尔曾参加美国内战 并因此成为了一名士兵 在战争中 他经历了极大的压力和创伤 并最终开始患上了精神疾病 他在美国境内游道了一段时间 但由于病情加剧 最终不得不离开美国 前往英国寻求治疗 他在伦敦的异家精神病医院入住 结束治疗 虽然他的病情得到了缓解 但他的日常生活仍然十分困难 他不断地受到病痛的折磨 为了消磨时间 他开始阅读书籍 并逐渐习得了一门外语英语 这对于一个外国人来说并不容易 但他却能够通过阅读书籍来学习这门语言 这种情况持续了一段时间 直到他在一本书中发现了一个错误 他写了一封信给书的作者 指出了这个错误 这封信引起了作者的注意 他开始和威廉·泽沃尔和消尔进行了通信 在这个过程中 他们开始讨论词语 本语和词典的编辑问题 这个作者的名字叫做詹姆斯·穆斯莫里斯·James Murray 他是牛津英语词典的主编之一 他对威廉·泽沃尔和消尔的语言天赋印象深刻 并开始向他请教关于词典编辑的问题 在通信过程中 詹姆斯·穆斯莫里斯发现 威廉·泽沃尔和消尔拥有非凡的语言天赋 他能够以惊人的速度阅读并翻译书籍 尤其是英国文学作品 詹姆斯·穆斯莫里斯开始给威廉·泽沃尔和消尔寄送书籍 让他进一步翻译和校对牛津英语词典的词条 这段时间里 威廉·泽沃尔和詹姆斯·穆斯莫里斯之间的通信变得越来越频繁 威廉·泽沃尔·格肖尔的翻译能力得到了高度认可 詹姆斯·穆斯莫里斯不断地向他寄送书籍 让他继续翻译和校对牛津英语词典的词条 但是在这段时间里 威廉·泽沃尔·格肖尔的病情并没有好准 在某个晚上 他发狂地持刀杀害了一名无辜的 他被判定为精神异常 被送回精神病医院复兴 但这并没有终结他的贡献 他继续在医院里翻译和校对牛津英语词典的词条 直到他去世 威廉·泽沃尔·格肖尔的贡献 得到了詹姆斯·穆斯莫里斯的高度评价 词典在1884年正式出版 成为当时最全面 最权威的英语词典之一 而威廉·泽沃尔·格肖尔所翻译和校对的词条 占了词典总量的六分之一 他的贡献也使他成为牛津英语词典的重要创作者之一 尽管他的名字没有出现在词典的封面上 值得一提的是 威廉·泽沃尔·格肖尔所翻译和校对的词条 仍然被使用至今 即便在21世纪的今天 当我们使用牛津英语词典时 也可以看到他那令人惊叹的翻译技巧 和严谨的校对功夫 所体现出来的成果 威廉·泽沃尔·格肖尔的故事告诉我们 即使在最不可能的情况下 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出重要的贡献 为人类文明做出自己的贡献 他用自己的热情和才能 帮助完善了英语词典的编辑工作 成为了词典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直到今天仍然被人们所传送 感谢您们收看这段影片 希望透过本频道带给大家更多有趣的历史知识和玩味 如果您喜欢这段影片 请记得按下订阅按钮和开启小铃铛 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更多精彩的内容 同时也欢迎您在下方留言和分享 您对历史玩味的看法和敬意 我们非常乐意和您交流 再次感谢您的支持 我们下次见